看看新闻榜 更以鲜嫩的肉质 肥美的馅黄和蟹膏 征服了许多人的味蕾 而在众多做法当中 清蒸了大闸蟹 以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而深得人心 所以这如何挑选到一只 好的大闸蟹就成了关键 那今天请到的依然是静姐 静姐您好 你好 冰浩好 大家好 生活达人郑静 看来平常你也是挺爱吃蟹的 一个是爱吃 其实我觉得很多这种生活经验 你就是要买得多 吃得多 跳得多 当然要交点学费前期 然后慢慢慢慢就会有 自己有一套心愿 今天也就会把我的经验 介绍给大家 那其实现在这个季节 是不是已经到了 这个吃蟹最好的时候呢 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 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觉得中秋节的时候 都应该有螃蟹上场了 但是那时候稍微差了一点 经过一个国庆 天气渐渐凉了 所以这个螃蟹慢慢慢慢 到了时候了 当然就是说 你要吃到最肥美的时候 还要等西北风起的时候 再过一段时间 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今天就先去学一学 这个蟹要怎么来挑吧 首先进入大闸蟹之挑选篇 其实呢 一进这个市场 我就被这一条街 真的是蟹山蟹海的 这个景象给惊张了 对于这种爱吃蟹的朋友来说 如果说这个一家人在一块 这个需求来蛮大的话 倒是可以来这种批发市场来满谢的 他们呢会按规格 供的母的一堆一堆的 我看它好像上面都有什么 3.6啊 3.5 这个是它的大小 对它是大小 供的一堆 母的一堆 然后你可以选中了 哪一个规格的以后 不好价格把它挑出来的 让它一个人给你扎 总结起来 在海鲜批发市场买蟹的好处有三点 首先相对于菜场和超市 批发市场在价格上会更便宜更实惠 其次蟹的大小重量更全面 挑选起来也就更方便 最后可以货币三家 最终挑选到质量最满意的大闸蟹 那其实很多节目都会教大家 挑这个螃蟹 比如说看看肚子啊 看看爪子啊 那我们今天细致一点来讲的话 就怎么来挑这个蟹 其实它蟹呢 如果我们平常人家里边呢 可能你不一定能够分得很清楚 这个产地 只能说是听店家去介绍 比如说阳城湖啊 还是泰湖啊 对啊 还是什么产地的蟹 但是不管是什么产地的蟹 我们挑过来以后 还是要经过再选择的 其实选择的 我们可以有三个方法 一看 二跌 二跌 三摸 三摸 对 看是首先看什么呢 看的是要看它的颜色 好的戴着蟹啊 腹背啊 这里很干净 没有这种黑漆漆的淤泥的 第二个呢 它上面有一种很天然的光泽 这种光泽呢 它不是说我打磨的 然后呢 你看 这个地方 也很厚 很早之前就有人跟我说 买性要看这个地方 对 这个地方很厚 说明它的脸已经很饱满 保出来 可以把这个掰开啊 对 掰开肚子 可以看看这里边 是不是有黄 你看如果是有黄的 黄颜色蛮明显的 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掰开以后 里面看看 淡淡的那种样子 这说明它就不是很饱满 因为我爱吃那个火啊 对 当然了 如果你这个相比较的时候 一定要同样是磁蟹 当然熊蟹的话 那里面颜色是会不一样的 但是同样是可以看到 里面是那种 饱满凹出来的 还有一种 你看它是不是很精神 美食家菜兰老先生的曾经说 我说 好的海鲜和食材 它是会对你笑的 我来看看 里面它会不会对你笑 其实也就是说 它精神不精神 就感觉不会说 这个螃蟹看上去 有点病痒痒的感觉 没有这么生气 对 这是一看 第二我说二颠 颠一颠 是不是这种石层层的感觉 如果是沉颠颠的 说明这个鞋已经是很饱满 如果很大一个刻头 但是摸在手里 又没有什么大量 看着大 但是颠着去 感觉好像蛮轻的 对不对 所以它里面 可能就不是很饱满 所以这是二颠 第三个呢 是摸 你看 好的一个螃蟹 你摸它也就 是不是 它会动 对 它马上就会弹出来 第二你去拉拉它的这个脚 不会说撑出来以后 就是没有什么反应了 收进去 马上就会收进去 有些反应 这嗓子你刚刚哈 我和这仓脚 摞得很像 抖抖一摸 它飞硬了 对吧 这种蟹就没有精神了 还有一个 你去掐一掐这个壳 掐出来的时候 就是很硬了 是吧 然后呢 你可以摸摸它这个 蟹脚这个 是不是就是很硬 很饱满 人家说秋风起蟹脚 它是长身体的时候 应该是很强壮的 所以说这就是摸一摸 挑选蟹时 要记住口诀有三 看 颠 摸 一看腹背干净 色泽光亮 二看后盖饱满 高黄清晰 三看生龙虎虎 神采奕奕 第二步是颠 分量越沉 说明蟹越饱满 最后一步是摸 蟹体厚实反应敏捷 只要是经得起 以上三步考验的 就一定是好蟹 那其实在对挑蟹 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 我觉得可能电视期间 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 就是今年 这个蟹的价钱 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要问一下老板娘 老板娘你好 今年的这个零售的价钱 和往年来比的话 有没有什么幅度上的变化 有一点变化 今年稍微高一点点 这个因为天气的原因 这个蟹苗长不大 影响它的生长 所以它产量低下去了 因为今年夏天特别热的原因 对对对 干旱马引起的 像我们市民老百姓 正常的是三两供蟹 二两母蟹 比如说三两的这个供蟹 今年的零售价钱 大概是多少 零售价钱也就在 29块左右 30块 一斤 一斤 这种是大众广界都可以接受 二两的母的是多少 二两的母蟹 目前情况下 价钱应该在三四五六块 我看这一条街 可能现在都在做这个 大闸蟹的批发和零售 大家感觉都很忙 我们这个时候是上货的时候 那如果说像 一般我们老百姓 来买零售的话 你会建议大家说 什么时候来买会比较好一点 最好是早上 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左右 还有这个晚上六点钟左右 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 很清闲的 老百姓来买 我们可以帮他扎 可以帮他撑 买几个都可以 一个 两个 十个 我们都可以给他抓 说完了挑选 接下来让我们说说 如何更好的烹煮大闸蟹 对于蒸的话 很多人就像我 我的办法就是烧开一锅水 然后把螃蟹放在里边 咕嘟咕嘟十来分钟 熟了就好了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或者是我这样 到底是对不对的 你这方法是古法 因为螃蟹比较寒 所以建议你在煮的时候 可以放点东西 比如说生姜片 还有紫树叶 非常去心去寒的东西 跟生姜的作用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煮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茄子 放在这个水里边一起 还有办法就是 把水生开了以后 卸放在上面 然后蒸它个八分钟 或到十分钟 就差不多了 还有蒸的时候 大家可以试一试 就不要把它背朝上 而是把腹部朝上 那不就肚子那一块 肚子朝上 就是防止它那么黄 有时候会流下去 有的人觉得 十分钟差不多 有的人觉得八分钟的时间差不多 但这个时间一定是 水开了以后再放进去 还可以你把它蒸了八分钟 关火 然后用余热 焖上两分钟 再焖两分钟 这就差不多 然后吃的时候 吃一个拿一个 不要全部拿下来 如果凉了以后 这个螃蟹 一个是不太好吃 第二个凉螃蟹 吃了以后对肠胃不太好 大炸蟹的烹饪方式有两种 在煮蟹的时候 可在水中加入姜片 或紫酥液去寒 在蒸蟹时 首先要等水开后再放蟹 蟹度朝上 可防止蟹油露出 等到蒸至八分钟后 关火再焖上两分钟便可食用 那说到这个吃 吃螃蟹的话 还有什么讲究吗 比如说有些人说先吃饺 有的人说先吃盖 这个方法 我觉得在家里边 吃家宴的时候 其实可以先自如点 当然你为了 这个我觉得无所谓的 对的 然后你也可以用一些菊花瓣 跟它在一起吃 一半一起 然后放在一起做布置 都是一些小的讲究方法 但是吃完以后 是要喝一点点姜糖水 还有配的话 可以喝一些温的黄酒 可以让你的肠胃 进行一些虚骨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不能喝冷酒 喝热酒会比较好 如果说我不爱喝酒 可以喝一些红茶 或者是普尔 但是绿茶我建议 就是少喝一点 因为绿茶本身比较清淡 而螃蟹味道比较重 这样相比了以后 你品不出两个的味道 而且就是说 你喝下去以后 对肠胃也会不太舒服 还有说吃蟹的时候 我们不是心常会用醋吗 然后有些人会在醋里面 加一点糖 但更多时候 醋里面可能要加一点 那个生姜粒 其实这些都是为了 去寒的作用 对的 糖最好是棉白糖 要不然它比较容易 氧化一点 蟹有没有说 它不可以和什么共食的 同样这种寒性的食物 尽量少吃 我们最常见 就是说柿子不能吃 其实我建议一下 冰淇淋啊等等东西 慢一点 大闸蟹性寒 因此在吃蟹时 也应注意搭配 姜糖水 黄酒 红茶 都属于温热型的饮品 配蟹来吃 有缺寒的作用 而绿茶 柿子和冰淇淋 则属良性 不宜在吃蟹后食用 今天呢 我们跟着静姐后面 学了怎么该 如何正确的来挑蟹 来买蟹 包括说 吃蟹前后 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同时呢 蟹在肥美啊 切记不要多吃 一次两只 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 没错 让我们一起把吃蟹 变成一件 更加有乐趣的事情吧 你有听说过鸡头米吗 没有 听说过鸡头米吗 没有 好像没有 没有 鸡头米大概小酱 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中米吧 就像小鸡的头药吧 大概 要么鸡头药的汤啊 到底什么是鸡头米呢 第一次听到的人 一定也和大家 一样充满了疑惑 今天街头客就来到了 共和新路上的一家小店 据说鸡头米在这儿 可是相当的畅销 听上来 我们一个星期 总要要两到三次 我们最喜欢吃自己的面条了 那你今天点的是什么 今天点的是新的好像 鸡头米的 叫鸡头米 叫鸡头米 很好吃哦 我以为是很小的米 鸡头米 现在吃下来 现在吃下来像那个大鲜米 比大鲜米要好吃 没有想过 但是以为是一种米粒嘛 然后吃的时候感觉好像 有点像酒量小圆子的感觉 那现在看到以后是什么感觉 觉得 有点像珍珠 摇起来也是一种QQ的 弹弹的那种感觉 有点像粘子的感觉 但是比粘子要小 原来的样子你有看到过吗 原来的没见过 一直没见过 没错 苏州前后上市 在苏州有南唐鸡头大唐藕的美誉 清朝省出一江南云 苏州好 风水中鸡头 银润美猪猪石壶 柔香天爱乳银鸥 细波小停忧 而它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极其特别 以前在苏州吃过 感觉很好吃的 听说他们这里 现在也有 有这个东西吗 我就特地 我们几个朋友一起 都赶过来吃了 赶过来吃 赶过来吃了 就是感觉是 跟苏州的味道差不多 有点有点紧 有点紧 有点紧 都可以拿 有点像明年的味道 我们上海人叫明年的味道 明年的味道 就是你去拿去拿 去拿去拿十一样 拿的吧 还有点拿的 点心 还有一个烫的吧 在苏州有听说过 但是没吃 知道它是苏州特产吗 这个知道 糯糯的比较有 比较有抠的感觉 比果冬要 那种抠口糖要硬一点 它里边还有加什么料吗 没有 就是甜的糖水的味道 很清爽的 清爽不腻 老板刚刚要炸太鲜 炸太鲜嘛 炸太鲜嘛 炸一炸嘛 更加好吃的 有个人刚刚对到那种 我过得有个人打十米 得确实呢 没得嚼劲的 拧着这个 就刚刚米头呢 确实打十米 有把我打了 米人比打十米 好像好吃的 好像米头 没有吃的 鸡头米有点类似 我们常见的莲子 比莲子颗粒小 更粉糯 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可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腰背七痛 补中液气 提神情质 在苏州当地 更是家喻户晓 老板把它带到上海来 也是为了让更多人 异常其独特风味 这些东西呢 我还是带着上海来 这些东西去上 你送些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在具有什么 中国两岸的周围 没你提 在那儿想 这些有点几个人 告诉你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本来呢 你长了十年 你还能够一口 那么所以呢 这不出来 想到没这个人 这你还能够 东西看 一里一里不个 不仁想一这 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一里一里不出来的 这手锅的 是手锅的 是手锅的 你锅的家大豆 那么你一年 叫什么也看 所以说 这些这个 这些是 我还说这些 应该说这些 是功夫应去 所以这些 这些东西 有点 这个是 机不浪漫的提借 你一年叫的也看 你那些手锅 看起来 这些东西 当中的年生 古药书中说 芊石是婴儿 食之不老 老人食之炎炎的 凉菜家品 它具有 不儿不骏 防灶不腻的特点 是秋季进步的 首选食物 在家烧制起来 也是相当的方便 这些普通的做法 就是 这些拿素三棍 三棍是 拿一个鸡的鸡的鸡 这些棍子 是包的冰冷 包的 帮龟火 那么人家 是不是这些 龟火鸡的鸡 你们苏州 都是这样吃的 那么唯一吃饭呢 还控制 加肥地的香 你包了和你来的菜 或者三个做的香 这控制 那这个是 到几月份就没有了 正在中国 十月底中 老板说 这碗桂花鸡头米 包含了他对家乡的 思念之情 他也希望 同在这座城市的 异乡人 能知道这份美味 有时间 欢迎常来这 感受一下家的味道 亲爱的朋友们 我行航这辈子 最怕的就是烤试 最喜欢的就是 烤全羊 你看我这个架势 是不是颇有 这个专业大厨的 几分姿色 但是今天呢 我带您来吃的 不是烤全羊 而是这羊身上的一部分 到底是哪部分呢 如果您仔细的话 已经看见了 那就是 羊蝎子 我跟你说 你看这个大院子 真的就像一个羊肉大派对 这边有人烤全羊 那边有人在切热气羊肉 这边有人磕瓜子 这磕瓜子是干嘛呢 磕瓜子是排队 等着吃羊蝎子 不行咱们去问问看 好不好 等了多久了 差不多六点二十到的 六点二十 等了有半个小时了 今天来吃什么呢 吃羊蝎子 羊蝎子 您是来吃什么的 不好意思 吃这个 羊蝎子 好 好 这个 不好意思 您今天过来排队是吃什么来着的 羊蝎子 羊蝎子 您别说这排队的人还真不少 看来随着天气转阳 热气腾腾的羊蝎子 确实勾着不少人的蝉虫 一走进来 这满鼻子全是羊肉的香味 你看他们吃多香 我来问一下 不好意思 我打扰一下你们 你看你这一桌 真特别的香 今天点的是什么呀 羊蝎子火锅 你觉得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感觉的话就和我以前 我以前去过北京 吃的那种老北京的味道 非常正宗 一样的 吃一个味 对 就是没有阳气 很山的那种味道 然后的话 肉的话比较酥一点 然后就是有一种就是很嫩 对 味道很入味 我跟你说 我有很多朋友 他们不喜欢吃羊蝎 他们理由是什么 说羊蝎子它们都是骨头 肉很少 咱们这里的羊蝎子 这个肉和骨头的比例 是什么样的 你觉得 肉的话还是可以的 稍快给我看一下 可以 就是 对 然后这里其实 哦 对 其实这个外面这一层 都是肉 都是肉 对对对 然后这个撕下来什么 就是你撕啊咬啊 都比较方便 因为煮的话 已经时间应该是煮的蛮久的 一听行行就是外行 这羊蝎子吃的就是一个骨头 俗话说都是活肉啊 很多人就喜欢这种寻找觅食的感觉 我就喜欢你这种吃法的 对吧 这样吃多舒服啊 撕下来直接啃啊 你平时就是很喜欢撕啃这个骨头类的食物吗 对的对的 他们家这个骨头和肉都还就是 比例还蛮均匀的嘛 所以说这个吃起来还是蛮带劲的 就又可以坑坑 是是是 而且我觉得这样看上去就觉得那个挺酥烂的 因为你有筷子一剥 对就下来了 对对对 他们配菜什么的也蛮多的 而且这里气氛的话 比较适合就是朋友一起来 你好 打扰一下 哎呦呦呦呦 这发现你们这桌都三个女生啊 对啊对啊 但是你这个吃的这个样子已经是强起来了样子 因为我比较爷们 就是怕他们把你肉吃了 因为一锅羊蝎子都是部位比较好的嘛 总归要挑一挑比较好的好吃 这羊蝎子好像就是不一样的那个块 他们的肉的量好像也不一样 对的 靠近脊髓一点的地方肉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剩下那些大的骨头到旁边的肉会比较多一点 哎呦 这么有经验的 哎因为去年也一直冬天的时候也一直吃羊蝎子 就一到秋天就天气凉坏了 就来吃羊蝎子 那你觉得他们家羊蝎子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觉得他们家的比较入味一点 嗯 因为他们端上来煮一会儿 其实味道已经很浓了 而且他们的肉会相对比较酥 比较适合 年纪大的人啊 还有像我们女孩子吃相不是很好啊 这样子就比较容易吃嘛 四摇起来不用那么费劲 对对对对 比较吃相比较好一点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还有一个这个 什么 蒸脸的作用 你看我一边采访 感觉这脸上皮肤都变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位子我省这人 真亏星航想得出来 把人家好好的饭店 一下变成美容店了 不过这羊蝎子 除了撕腰起来比较带劲 口味好也是很重要的 更加酥一点嫩一点吧 它这个羊蝎子呢 就是肉比较酥一点 然后呢就是比较有弹性 肉也比较多 那他们家这个羊蝎子 是什么口味的 有点这种酱香的感觉 而且还有一点这种 一点微辣的感觉 蛮入味的 因为它煮的时间很长嘛 然后这块肉又会有一点 筋的部分 又会有一点肉 所以就是既很酥辣 又有一点就是肉香 就嚼着很香的感觉 因为这也是我们同事嘛 听说这里的东西很好吃啊 然后也开始变凉了嘛 天气变凉了 想吃羊肉会好一点 觉得他们家羊肉怎么样 我就觉得它因为不是很油嘛 是在骨髓旁边的 然后又很酥 而且这边还有一点点中药的味道 就是很香 知道吧 酥而不烂 肥而不腻 再加上酱香入味 这羊蝎子难怪受到大家的喜爱 但是这样美味的羊蝎子 可不容易烧枝哦 爸厨 您好 咱们先说说啊 咱们家用的羊的产地是哪啊 是来自内蒙古的 来自内蒙古的绵羊的鸡骨 为什么要选择内蒙古的绵羊 因为内蒙古的绵羊的鸡骨 这个口感比较好 肉质也比较鲜美 那咱们这个羊蝎子 这个羊的脊椎骨啊 拿回来之后 咱们怎么处理加工呢 好像要卤很久的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个羊蝎子 这个似乎要经过 六个小时的熬制 从猛火到温火 要六个小时的熬制 这个火的火力要变化的 对对对 这火力变化的是为什么呢 因为火力掌握它的 肉质的口感 还有汤汁的鲜美 如果一直用猛火的话会怎么样 一直用猛火 这肯定把里面的 营养成分全部损耗掉了 那如果一开始用小火呢 一开始用小火也不行的 熬烂掉了 鲜味也出不来 所以这个火猴的调整很关键 对对对 另外我看到 这是咱们用的这个料包 药包对吧 对对对 你看看 五大厨很有心的啊 怕我偷学 专门把它打成碎末了 是吗 因为这个料打碎 味道比较容易出来嘛 是这个原因 因为蝎子比较入味嘛 看似简单的羊蝎子 制作过程还是挺复杂的 最后 经过卤制的羊蝎子 浇上羊汤 就可以上桌了 哎呀 往这一桌 咱们之前拨一拨 才看得见各位啊 我跟你说 先不用吃 看看店里的人气 再看看锅里的热气 真的是已经非常的满足了 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啊 我印象中的羊蝎子 一般都特别咸 你知道吗 但这个吃起来 真的没有什么咸味 非常的清淡 但是有点微麻和微辣 这个微麻和微辣 刚好把羊肉的鲜味给提出来了 最好吃的啊 还不光是上面这个肉 而是肉和骨头中间 有一层筋 那一层筋啊 有的地方炖的不好的 吃起来会非常的老 但是它这个 全部都炖烂掉了 所以你一口一口下去 那个筋就滑得跟布丁一样 吃下去那感觉 真的是特别的过瘾啊 而且你看啊 它虽然是骨酥肉烂 但是说如果说 大厨火候控制不好 再煮一下的话 这个肉就不像这样 是包裹在骨头上 可能就会散掉了 所以啊 也可以从这个方面看着 大厨对于火候的掌握 也是恰到好处 我想啊 肯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有这个条件反射 但就是一吹秋风 就想吃羊蝎子 如果你有风 赶起来吧 顺便啊 还可以在这里 做一个蒸汽面膜 那现在美食厨房 又和大家见面了 大家好 我是杨子 本期节目呢 我们来到的是 位于这个 喜马拉雅中心的地下一层 在这里呢 有一家甜品店啊 据说是非常的出名 因为它呢 是由东南亚的 各种的水果 做成的一些甜品 比如说是很多人啊 喜欢的榴莲啊 菠萝蜜啊 等等等等 那具体有美食呢 今天就跟我一块来看一看 要说马来西亚的榴莲 绝对是鼎鼎有名 全世界榴莲的品种 共有300多种 仅在马来西亚 就占了200多种 其中又以猫山王 为最著名 赶快我们先来尝尝 各式榴莲做的甜点吧 榴莲藏粉 嗯 里面就是完整的榴莲 没有添加任何别的东西吗 应该是的 味道特别正 会让人上瘾的 我从来没有吃到过 有榴莲做的拿破仑 嗯 然后它那个是冰的嘛 因为外面的拿破仑 都不会是很冰的 嗯 对 是不是有点像冰淇淋 嗯 跟冰淇淋有区别的 因为它很多有碎屑的 有点像冰过的饼干 哦 另外我看到 你这有一个糖口杯 还蛮复古的哦 这个是 对 这个是榴莲奶昔 啊 也是榴莲做奶昔 榴莲做奶昔 你们已经没有了 你全部喝掉了 哦 让观众看看 你看哦 它胃口真大哦 真的是很爱吃榴莲的 那这个味道怎么样 这个味道很浓的 这个味道很厚的 然后它们上面加了西米啊 什么的 这是你的下午茶对吧 差不多 你的下午茶好重口味哦 以榴莲为主题的啊 这个蛋糕 它的那个榴莲味道重不重呢 呃 我觉得比较适中 能够符合我们 大多数女生的口味吧 哦 就是说如果你对榴莲 不是那么感冒 但是能接受的话 那这款芝士榴莲蛋糕 还是不错的 对对 榴莲拿破仑 肠粉 芝士蛋糕 各类榴莲美味都在这里 可以一站式搞定 绝对能让榴莲控门 欲罢不能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家甜品店的创始人 Bren 你好 你好 杨子 听说你也是马来西亚人哦 是啊 我是 那这边的甜品 是不是都是你 就是怎么把它想出来的呢 我是本身是西点汁 所以包括一些蛋糕东西 会把结合一些外国的蛋糕 跟马来西亚的一个榴莲 元素结合在一起 那你本人很爱吃榴莲 非常喜欢 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已经闻到浓浓的榴莲的味道 这个是猫山王榴莲品种 你可以看到猫山王 猫山王品种的拿破仑 对吧 拿破仑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马来西亚原始榴莲 这个是肠粉的造型吗 对 就是榴莲肠粉 我们用斑兰芝来做成它的皮 后来就把那个榴莲肉 就从榴莲肉放在里面这样吃了 现在好想尝一尝哦 虽然我不敢吃就是一整只的榴莲 但它把它做在甜品里面 会别有一番风味 你建议我从哪个开始尝啊 你先尝榴莲肠粉吧 榴莲肠粉啊 这里面难道就是榴莲吗 对 榴莲 一点点小口 你要尝一下 好好尝一下尝一下 好幸福啊 真的是真材实料 我吃进去以后 因为我不太吃的你知道 我不会吃 然后一股那种榴莲的特有的味道 就上头了 就上头的感觉 你是不是完整的 好玩 太完整了 但这个粉皮呢 它非常的滑 它比那个广东我们吃的一般那种粉皮 还要再滑 还要再韧一些 还有那种斑兰叶的特有的香味 拿破仑比较感兴趣 要不要尝一下拿破仑 你说的那个榴莲是在哪一层啊 就在这个夹心这里 夹心是不是就是那个黄颜色的 对 这两个夹心 对 这都是满满的榴莲吗 是榴莲的 我们就像那个拿黄酱的 哦 看上去有点像冰淇淋 拿着手呢也是冰冰的 我们来尝一下 我超爱这个榴莲拿破仑 你知道它吃起来就是像什么嘛 真的就很像在那个冰箱里 刚拿出来的冰淇淋 而且呢上面有一层层 这个酥皮 还是带焦糖味的酥皮 然后呢 它是中和了榴莲本身那种 太冲的味道 相对于那个来说 我更喜欢这个 而且营严很丰富 据说一只榴莲底三只鸡 那我这等于吃了一个鸡腿 如果很多重度榴莲爱好者 觉得这甜品的口味还是清淡了些 那接下来的这家店 你可是绝对不能错过了 爱榴莲的朋友们 今天这期节目啊 你们可以有福了 因为呢 上一家我们吃过了 榴莲做的甜品 而这一家我们要 完完全全的重口味 吃的是什么呢 整只的圆个头的榴莲 来看一下 这家小店几乎已经成为 各路榴莲爱好者的聚集地 猫山王是这里 最受欢迎的种类 关键是南北两种猫山王 口味还各不相同 哇 吃榴莲吃得好香哦 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 喜欢上吃榴莲的 已经有一两年了吧 是谁把你带入这条龟路的 我就跟着味道就去了 这个是猫山王南部的 然后它的味道很浓郁 认为有一点点苦味 我也能闻得到 你吃的是哪个品种的 我吃的是猫山王南部的 也是这个颜色深一点的 对对对这种金黄色的 这个呢味道会比较浓一点 如果对于不太习 就是刚刚开始接触榴莲的人 来说的话 可能是这种猫山王中部的 会比较合适一点 都很香的很甜的 就是中部的味道淡 对 南部的味道甜一点 这位榴莲妹妹 你好 你好啊 我看你这是桌上也是榴莲 吃的是榴莲 连穿的都跟榴莲颜色差不多啊 你吃的这个是榴莲冰淇淋吗 对榴莲冰淇淋 然后里边还有在冰淇淋里边 会有果肉 榴莲味道会比较浓郁 不信你闻闻 你闻我就知道 放那么近闻 不过它确实是有那种 就是很纯正的那种榴莲的味道啊 对的 因为它里边不仅是冰淇淋 而且冰淇淋里边的话 它是果肉还是比较多的 整块的正宗马来西亚榴莲 在这里除了可以糖吃 还可以打包 店家会用冰袋 帮您全部包装好 前面尝过了 做成甜品的榴莲 现在看看我桌上 哎呦 是完完整整的 大个儿的 原汁原味的榴莲 这两个呢 是猫山王的 这个是金凤的 我们来尝一下 金凤榴莲 拿的手上还是冰的哦 它呢 是比较的香甜 然后呢 有点像凝汁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绵密 非常的糯 有点像厚厚的芝士的那种感觉 这一期的这个 马来西亚美式厨房呢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期 整个榴莲的这专辑 如果你看得不过瘾的话 不要忘记锁定 我们下期 今天虽然是上班的第一天 但是我们带领大家寻找这个美食的步伐是不能停啊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团的呢 是广东顺德的菜 大家看看这个店的人气 说实话 现在已经是快两点钟了 可是人气依然是这么的旺 最主要的不光是他们家菜好吃 而且是因为这一次团购的价格是非常的给力 到底有哪些美食呢 一起去看一下 这家餐厅的确生意火爆 接近下午两点的光景 却几乎座无虚席 原来店家推出了一套品种丰富的团购套餐 吸引了许多吃货的目光 您今天这一桌也是团购过来的吗 是的 那团购价这一桌要多少钱 498 498 那一块钱都能吃到些什么呢 都能吃到好多东西 有刺身啊 有扇筒 对 还有广东一些卤味啊 有什么您觉得比较好吃的 推荐一下 有 有这个 这个他们是一个刺身的一个拼盘 看着很大一份 看着很大一份 他们这个虾吃到口里甜甜的挺好吃的 新鲜吗 觉得 新鲜的 这个鱼吃在嘴里变得感觉细细的 不甜不腻的 这个看着有点像那种海蛇一样的 这个其实是什么 是 刺身 它是叫什么碗鱼 鱼肉 对对 而且是江鱼吧 这个是鱼在江和海之间 这个鱼肯定是最鲜美的了 应该说道工也好 很薄 但是吃到嘴里 你的味蕾啊 很充实 那这个跟我们常吃那种 日本料理的那种刺身 会口感上有什么区别吗 不一样 日本料理口感上面棉厚一样 而这个刺身呢 我们吃上去是脆的 脆的 有点像没棒的感觉 这旁边还配了两个这个是 就是鸡尾虾 旁边这个呢 旁边这个是黄菜 丁家介绍 这剩鱼片来自广东顺德一带的碗鱼 肉质鲜嫩 没有土腥味 且每天现沙做成鱼片 而这道菜除了原材料 最重要的就是特别的蘸料了 吃的时候 就是这个吃法上面 比较新颖的 我们上海没有看见过 怎么个吃法呢 就我们先把这个鱼 对吧 放在这个碗里面 鱼它切得很薄啊 没有芥末什么的吗 它这个不用芥末的 和这个日本料理 吃法是完全不同的 按照自己的就是喜好 不就是吃到菜呢 这个 胡萝卜丝啊 对吧 这个是叫什么 葱色吧 葱色 这个是叫什么 凉葱 对吧 还有这个 薄荷叶 花生片什么 这个刺身 要加这么多东西 在里面啊 他们这个吃法 就是当地的 比较有特色的 这个是酱油 对吧 这个是他们的花生油 调一下 拌一下 感觉简简单单的 几片鱼片 突然一下就变得 丰富了起来啊 各种各样酱料 按照个人喜好 就是说自我选择 自我调配 可以说创造是每个人 独特的一个配方 这种调料蘸法 以前在外面有吃过吗 没有 新鲜脆嫩的肉质 加上店家自制的酱油 以及各种丰富的配料 让剩一片 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口感 又不适单调 难怪受到时刻的广泛喜爱 除了鱼片 鲜虾 还有一道地道的顺德菜 也是大家十分推荐的 那就是嘖嘖黄汕堡 打开盖子之后 这里油 再冒泡 这个蒸汽一上来之后 迎面铺鼻那种香气 胃口大开 这个黄汕跟我们平常吃到 黄汕口感上有什么区别 这个好像不是上海的 本地的黄汕 这个是广东特产的黄汕 所以吃上去呢 我的感觉很有弹性 并不是像软绵绵的感觉 它是有点弹性 胶原蛋黄汕感觉更多一点 那这个生法您觉得怎么样呢 可以啊 保仔这种怕蒜啊 葱花啊 可以把黄汕那种味道 更加能体现出来 像黄汕像我们这些女孩子吃了 蛋白质比较高一点嘛 然后营养价值也很高 口感也很不错的 上海人不是很爱吃黄汕吗 是啊 我就是上海人 我喜欢吃 首先呢 用瓢根拿起来闻一下 没有任何的腥气 处理得很好 接下来你可以用筷子啊 去点它一下 加一加 有感觉 丰富的DHA和软瓶质 营养非常丰富 它所含有的 善移素还能降低血糖 是糖尿病人的理想食品 不过我们今天 推荐给大家的团购套餐 除了招牌生鱼片 鲜虾和泽泽黄汕堡 还包括冰镇玫瑰锣 烧味三拼 金牌蒜香骨 脆皮牛肉 西洋菜保老鸡老虎蟹 木瓜炖雪哈等等 总共13道 荤素搭配品种丰富 适合5到6个人吃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个广受食客 欢迎的黄汕堡 究竟是怎么样烹饪出来的呢 我们也去后厨 为您打探一番 大叔说挑选五两一条的黄汕 切成小段 先用干部把黄汕的水分吸干 然后加入秘制的豆瓣甜面酱 以及一勺花生油 与黄汕一起搅拌均匀 接着放入锅中用小火煎 使黄汕充分吸收酱汁的味道 最后把煸过的洋葱 大蒜 生姜和黄汕 一起放入砂锅中 放30分钟 这道喷香四溢的 泽泽黄汕堡就完成了 今天的这个套餐呢 非常的划算 这么一桌菜啊 有这种刺身 然后有这种海螺 有肉类的 有鸡汤类的 有汕童饱 有这种广东的比较传统的 这种辣味 卤味等等 加在一块 原价呢是要1,162元 现在我们的团购价呢 只要498元 那我吃完之后 觉得是非常正宗 至于好不好吃 那就要您自己过来 才知道了 近日在上海的重大广场 一场特别的音乐剧见面会 也吸引到了 我们人气美食的记者 前来探班 因为这部音乐喜剧 不但是和美食有关 而且前去观看的观众 能感受到 全新概念的五滴体验 究竟什么是五滴体验呢 我们让戏中的公主 来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宣传单上有写到 看 听 闻 长 处 然后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那么这个看呢 就是看我们的整个舞台 舞美非常漂亮 还有我们的戏剧 然后听呢 我们有非常优美的音乐 就是专门请了 韩国的老师来给我们作曲 然后闻的话 是我们剧场专门有发射器 然后会往剧场里面 喷一些菜的香味 比如说鱼香肉丝啊 提拉米苏啊 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触 是到时候演员 会跟观众互动 所以观众有可能 触摸到真实的食材 最后一道肠 就是大家能吃到好吃的东西 现场也能吃到吗 对 就是在现场吃到 现场能品尝美食 能闻到菜肴的香味 或许这就是这部 音乐剧最大的卖点 而也是为什么 我们节目对它如此关注 当然 这样的创新 还是应该值得鼓励的 很特别吧 也会很好奇 因为觉得这两个东西 完全是搭不到一起的 音乐剧 一般来说是听的 但是这个剧 我们可以就闻到 一些美食的气味 然后还能吃得到 对 就这个很吸引人 我觉得应该会很期待吧 因为我是有看到 他们的一些宣传 说它是 史上最好吃的 一部音乐剧 像国内目前 没有看到过 又有吃 又有玩 又有表演的一些舞台剧 所以感觉还蛮新颖的 蛮吸引人的 想去看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 很期待 很期待的点 会下去 美食 对 是的 因为上海人 还是爱吃的嘛 如此全新的五地体验 或许只有身临其境 才能体会到 它与众不同之处吧 连长时间呢 TVB有一部电视剧 是非常的热播 叫做冲上云香 讲的是这个美丽的空姐 还有帅气的飞行员 他们在生活 还有工作上的一些事 那今天我们明星爱厨房 同样找到一位 非常懂生活的空姐 到底他们在生活当中 又会是什么样的模样 又会给我们带来 哪道拿手的菜呢 一起进去看一下 怎么他们都已经吃上了呢 怎么都已经开始吃了 这是什么 我点不及了 这是吃的什么 这个是 小馄饨 先下小馄饨 小馄饨也值得学吗 没错 这位明星做的就是不一样 看上去 那叫一个晶莹剔透 非常的Q 然后那个馄饨皮呢 非常的薄 然后一吸就进去了 关键就是那个虾仁 它非常的鲜 完全我感觉不出来 有那个猪肉的味道 就是它只要是一般微信 已经 馄饨已经是那个美名 我们公司了 已经是 所以它也都非常喜欢 这个小馄饨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我们上海人 小时候是小馄饨 现在好像这个街边的 这种小馄饨店已经找不到 味道有点改变了 对对 很多上海人都有一段 关于弄糖馄饨的记忆和回味 而现在的街边小馄饨 早已经退去了当年的弄糖味道 身为空姐的张老师 就根据自己的味觉回忆 重塑了一份虾仁小馄饨 今天她就带大家一起找寻 小时候的弄糖馄饨 其实小馄饨的上海是很常见的 但您做的这个小馄饨 跟别人不太一样 看上去好像很透明的 有什么绝招啊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 这个馅要新鲜 还有皮要包 馅要新鲜是吧 那我们就先说这个馅好了 您的馅饰都用的是什么呀 我的馅是以下人为主 然后呢 因为我以前发现外面吃的 这个鲜虾小馄饨很鲜 但是不香 所以呢 我加了一点点猪肉 我发现你这个小馄饨的皮啊 真的是 就是薄乳酯一样的那种感觉 这种皮好像在外面不太买得到吧 对 这个皮是我在附近 逛了好几家菜场才发现的 这个菜场是武康路上的 武康路的菜场上 那个阿姨做了也很多年的皮子了 这个感觉 对啊 是一张正常我们常见皮的好像是一半都不当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选皮很重要吧 对对 皮厚了看着就不透明了 现在这种皮很难找到了已经 因为我现在就是外面吃的小馄饨呢 都是好像吃不到以前小时候的味道了 我们上海人小时候的 小时候的 小时候的 小时候忘了闻的 我就回忆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馄饨汤料里面都有榨菜啊 虾皮紫菜蛋皮 葱香菜等等 因为小时候我记得好像没有什么鸡汤啊 鱼汤啊 就是放点猪油 其实这个在小时候 猪油绝对是一宝啊 那个时候就是好像吃不到荤的 但是粥啊 或者是什么面里面 加一点点猪油 这就算是半个荤菜了 感觉哈 弄糖小馄饨的第一步 腌制肉米 姜葱 切得细一点 因为小馄饨馅里的葱姜 最好吃不出口感 就越切得越细越好 对对对的 那然后呢 然后放银里 放一点点料酒是吧 对 再打一个鸡蛋 好打鸡蛋 这个肉感觉应该还是瘦的会比较多一点哈 也有一点点肥肉 对最好是就是一半一半的 瘦的和肥的 一半一半 这样比较香 肉米拌好腌制十分钟 趁时准备虾仁 多虾仁就是不需要多的太细 不用多的很细 颗粒状就可以了 稍微稍微把它 这个虾仁呢 就是一般也 我是提前腌制好的 虾仁药也要腌制啊 怎么腌制呢 它就是放一点点盐 放一点点蛋清 放一点生粉 然后放在冰箱里 这就是水晶虾仁的腌制做法 水晶就是 那这个还要提前腌制准备好了 一般腌制两小时就可以了 两个小时 馅料备好 混合在一起 这个比例可是很关键的 鲜虾小红 从虾肉为主 一比四就可以了 一比四 肉是一 对 虾是四 一比四的比例 大家记住一比四 这包小馄饨 估计阿姨妈妈们都会 只是冰浩从未尝试过 今天就让她现场学一把 小时候在弄上 有菜当中的一些 阿婆卖馄饨 都是腌一下很快 这样 对 然后 对对对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个可以了 对 相比较刚才这个球 这个明显质量高很多 新鲜的馅料 再加上够薄的馄饨皮 只是好吃小馄饨成功的一半 汤底的调料同样关键 榨菜 虾皮 紫菜 还有最重要的一勺猪油 只需要开水一冲 接下来就等待小馄饨煮熟了 像这个已经全部飘在上面 就可以 然后把火关了 然后盛之前呢 浇一点冷水 这样的皮就不会太烂 吃到没有问题 捞出小馄饨 撒上葱和香菜 一碗有着小时候味道的馄饨 就做成了 看上去清淡 味道却一点也不寡淡 当然 除了拥有一手好厨艺 身为空姐的张老师 也有着自己的生活情趣 其实这个是我在英国淘来的 这个牌子 非常漂亮 英国买过来的这个是 对 还有些什么 还有一些小玩意 比如说你猜猜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从外面上看 好像就是一只 小鸟 摆设品吧 摆设品 其实这个是开啤酒的 在哪里可以开 这边开啤酒啊 对 这个从哪里躺回来 开啤酒 就是我在欧洲的时候 躺回来 也是别的地方躺回来的 上面那张照片 是你们那个称务组的吗 对 就是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 在北京工作五年 后来我们要回来以后 拍一张照片 做一下纪念 照片有没有很像 这种内地版的 冲上云霄的那个感觉 发现了其实张老师 还是一个很懂生活 很会生活的一个女人 每个花瓶都是张老师 亲自选配 每个细节都彰显着 她的精致生活 从这一碗简单的小馄饨 更能看出她的细心 其实呢 越简单的东西啊 想要做出它原本的味道 还是要花一点小心思的 那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 如果说您也会包小馄饨的话 也可以借鉴一下 张老师的方法 当然了 如果说您不会包的话呢 相信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一定会做这个 地地道道的上海小馄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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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